种下的高粱骨子 它一定能长 但中间还有个些过程 你还得晶云啊 金根啊 还得灌溉啊 那个过程没有说 但是你一定能成 就是这个一含义 浮出世间了 是一切世间的 一切众生 都能够怀得难乐 这个是不动自在天 能够正德的 能够见到的 见得是正德的 众生慈难常述法 如来为说寂静法 是在造势智慧灯 妙言能知此方便 因为啊 这海岸光明教的菩萨 他这个大众有十众 他每一众说一个祭祷 每一众他代表着大众说十祭祷 这是第六个了 第六个了 迷的就因为望之望景 取望景 执着不舍 巴姆的真心就覆盖住了 覆盖住了 因为众生的慈难 尝试迷惑 被迷所否乱 佛就给他说寂静法 那么说的寂静法呢 就形容了 佛的智慧 能破一些众生的 黑难于此 妙言呢 疏妙不可思议 妙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 是吧 佛的眼根呢 是不可思议的 那这一天王呢 他能知道 怎么能正如佛的智言 妙言 一切众生 在常识迷的望 以望为简 以望为真 把他呢 自己的真心呢 就覆盖住了 让他来观寂静法 来除灭他的污名 那就是除墨意 除墨意 这个地方提到这么一个书抄里头 提到这个菩提 提到菩提 占文里头没有提到菩提 他说这 这个三菩提 阿尔多罗三百三菩提 简称 阿尔多罗三百三菩提 简称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 阿尔多罗三百三菩提 就提有三个了 一个真字 真性菩提 一个实字菩提 一个方便菩提 那这一种书的能止此方便 是方便菩提说的 真性菩提 什么本具的 不变的 那个觉性 菩提是觉了 十字菩提呢 是真实的智慧的菩提 菩提就是觉 觉悟了 知道了 真实实字的菩提 那么以此这个方便 善巧 随众生的根基 能够化度它 化度它 在化度的方便当中 能够自在 能够自在 就是能自此方便 妙言是解释三菩提的 这跟前头说的妙言呢 含义有所不同 身为原觉 他所觉悟的那个菩提 跟那个佛的菩提 不同的 四生涕的苦尽灭荡 所夺的那个 那是十二云文法所证的正觉 跟那个四涕所证的正觉 跟佛菩萨的菩提所证的正觉 都叫菩提 二成人 就是元解声闻 他因为他也证的菩提了 他因为他跟佛 在菩提说 阅读明星 无二无别 这个菩萨赞叹的是纠正的 纠正的三菩提的不同 因为元觉 身闻 全程菩萨 他还没能知道 这个 如来清净的妙法身 妙赞身 普现十方无于比 此身无信无于处 善思为天所观察 善 就是善乐的善 咱们说是大善 咱们说是大善 小善 什么叫大善呢 大善的是没有警戒相的 没有一个边际的 也没有一个善可说的 无有比的了 如来的清净妙法身 在四方皆能显现 其他九界众生 菩萨 元觉 声闻 都不能得知 都不能跟佛相比 经呢 又可以做处说的讲 处说呢 就是佛知道 哪一方的众生 即成熟了 元成熟了 就四线就化到众生 释迦牟尼佛 降生在说不四界 那是 披露卓诺佛的化身 知道这一方的众生 该得度了 像度众生的善 不是一般能比的 不是身为元觉菩萨 所能比的 无一 无一处 就是佛所现的身 那个心身 是无性的 是化现的 是方便散巧的 性是什么呢 性是披露中 无一就是寂静的意思 你说释迦牟尼佛名字吧 能人 利化利众生的吧 寂寞 寂寞就是无一的意思 不一印合物 不一印合 咱们看着 也是一的身体吧 也是三叶说法吧 有能也就所一吧 说无语 无一就没有能与所一了 说念记 念记过 念记就是如 而度众生 就是来 如来的意思 来即无来 就是寂静的意思 能教化众生 使众生 别在一只业所转 令一切众生 别在造业了 如来因身无限耐 看守 化者眉不闻 而佛既言横不动 此落自天自泄脱 如来因身 就说法因身 没有限制 没有障碍 也没有近 也没有远 但是这个 有个故事 就是大目前连尊者 他是神通第一 他听见佛的声音 他在外边行话的时候 也听见佛的声音 在佛的法堂里头 听法的时候 也是这么大声音 他就起一个 想测验测验 佛的音声 究竟能达到好远 他就闻着佛的音声 用他的神通力 尽量地走 那超出说不思街去了 走得很远很远的 听到佛的声音 还是像他 在法堂里头 听见的一样的 那他这个 走的时候 他的音声 从他俄罗汉的神通 所能达到的 已经超过了 超过俄罗汉的神通了 是佛的音声的神力 加死他 他到了另一个国度 另一个佛的世界 因为世界 他看这个 他就跑到人家 他看着是个大城 很大一个大城 他围着个城啊 转边跑 他跑不出去 是个圆的 其实这个不是城 是那个世界的菩萨正在用栽 用栽 他是在那个玻璃边上 波多罗 这是饭碗吧 银亮气 那他跑 人家饭碗边上跑 他看着是个大城 用栽的那个世界的菩萨 先把他弹掉 看着小丛子 在这个碗边爬 那佛就跟那菩萨说 说你不要动哦 那是东方世界 离咱们多少亿佛陀 释迦摩尼佛 现在说法 这是这个升温弟子 目前连 不是小丛子 完了 佛就跟目前连说 说念你本师的名号 你身上就大了 于是他就念 那么不是释迦摩尼佛 但他身体就暴涨 跟那个世界的菩萨一样了 幸福庄严 但是他回不去了 他也不知道来了好多个佛度 同时这个世界听说 东方有释迦摩尼佛 大家高兴 也想亲近亲近 亲近另一个善知识 跟这个佛久了 听了别的佛这么说法 再一个 释迦摩尼佛力 这个佛的 这慈德力 那就到了这个世界来了 这段的故事 我记不详细的 有佛的名号 那些菩萨就随着目前 来到这个世界 证明佛的音声啊 无限耐力 这就证明佛的音声 看守画者没不闻 能够要受教化的 就能听到佛的声音 要不看守教化的 闻不到 咱们说的 花眼睛 就是佛说的 咱们看见文字 等于就 闻见佛的声音 这是佛的力 也是我们的缘 如果你没这个因缘呢 闻不到 听一个大方广 你必须得经过好多佛所种的善根 善良就是赞他了 佛的音声也好 佛的眼根 四立也好 佛的六根门头 独入世的 是寄言的 不动的 因为寄言不动的 而他产生的智慧力量 是不可思议的 这种的 这个意理呢 这个理体呢 这个 乐至天 他的泄土 他正德了 所以这些天呢 都是那些个大菩萨四限量 他四限为天王 世界的正德的 很深很深了 嗯 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